民进党方面也有政治动作 民进党主孙文昌批评马总统违法乱纪 孙文昌也宣布下个星期立法院开议之后 将要在国会提案弹劾总统 不过弹劾必须要有一半以上的立委提出 才能够成案 而在国民党国会过半的情势之下 弹劾难度相当高 而除了党中央要推弹劾之外 前副总统吕秀莲也决定要发动罢免马总统 让反马行动遍地开花 为了抗议马总统违法乱纪 民进党发动弹劾总统案 反马行动再起 民进党从国会进行 根据规定弹劾案要经过半数以上 也就是至少56席立委提案 在经由三分之二 大约75位立委赞成 弹劾案才算做成决议 不过以目前在野党47席来计算 还要拉拢至少9位国民党立委 弹劾才能顺利提案 难度相当高 都是相当的难度 不过虽然困难还是要做 经历斗啦下台啦上台啦 都很小心啦 变副总统变总统 这个有抵抗好不好 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里面 有一些有良知的 他们如果说能够回头是案 来支持这个罢免或者弹劾案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成案 党中央抛出弹劾案 前副总统吕秀莲则是提罢免 成立公民罢免联盟 从社会面下手 这样的作为如果不算独裁 还有什么叫独裁 运乱宪政 独裁复辟 所以大家觉得应该由国家的主人 来表达对一个不适任的 国家领导人的愤怒 反马倒马行动遍地开花 民进党从立保王金平 转成要拉马总统下台 但弹劾或罢免要通过很困难 民进党大动作只求唤起更多的制衡力量 有点TV张崇敏林云 特别报道